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因为林彪善于打硬仗 而且总能以少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 可是当时林彪的身体不好 只能另选他人 其实除了林彪身体原因之外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也是林彪没能出任志愿军总司令的原因 那就是林彪并不赞成出兵朝鲜 林彪认为当时中国重中之重 应该是发展经济 挺快恢复经济建设 一旦出兵就与美国对立 对准 国来说损失会比较大 但毛主席认为 这一仗早晚都要打 不如早打 早打造建设 最终任命彭德怀为总司令 带着几十万志愿军奔赴朝鲜作战 而林彪则去了苏联治兵 展开全文在彭德怀的指挥下 志愿军先后打了四次大的胜仗 令美军刮目相看 此时 林彪也已经从苏联回国 到了1952年10月 上甘岭战役打响 此地位置非常重要 事关此后整个战役的成败 因此在开战之前 王晋山特意询问林彪 这一仗该如何打 林彪沉思了一会之后 扑口而出一个字 敖 林彪的意思就是要死死地拖住敌人 敖死敌人 争取战斗的主动权 坚持了最后一刻 王晋山对此深以为然 在上甘岭战斗中 他就采取了林彪的剑衣 最终击溃了美军疯狂的进攻 创造了战争史上一个奇迹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